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謝謝各位 這個主題是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歡的主題 不過就像我上次在講課的時候 已經跟大家稍微提過 就是現在的在大學裡面 要講這個主題要花非常多的心思 因為同學們一來 當然不是每個人是基督徒 而真的要進入那個感情的深度 事實上是要 一方面當然就是對於聖經的內容 要有基本的了解 另外是蠻需要有一個善巧的引導 所以我自己在教同學的過程當中 也漸漸的建立了我對這個主題 越來越深的喜好 也願意多花心思來把這個 這麼重要的題材和主題這麼豐富的內容 跟所有的人分享 不管他是信徒或者是像我學校的這些年輕的同學 因為我相信這個主題可以增加一個人對於自己在生命當中 尋找真實方向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引導 或者是一個很重要的依靠 所以這個是我對這個主題一直非常喜歡 那剛剛呢 聽了神父前面這一個多條詩 對於聖經裡面 尤其約翰福音的一些介紹 讓我在因為在準備這個過程當中呢 有一些細節 其實我自己也不是很能夠掌握 因為對聖經一點都不熟啊 就知道一些基本的這個故事 所以剛剛我聽了神父講之後 待會兒我會在這個過程當中 再跟大家特別的把這些藝術家其實很了不起 他們畢竟是生活在一個信仰為主的生活當中 所以他們對於這些 不管是從聖經或者是從他們的老師 或者是從他們的教會裡面 學習到的這個對於耶穌 或者是對於天父的這個很深刻的愛 就是用很多種形式表現出來 那我覺得我自己看了以後 就覺得我好像在看聽 這個非常精彩的一出一出的歌劇 或者是交響曲一樣 就是非常打 不是經過那個理智或者是知識 而是說直接從這些作品裡當中 他們的想像他們付出的這個感情 就直接的很深刻的打動了這個 就算我還不是一個信徒的心靈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 我覺得西方的這個內容 非常的值得大家都花一點精神去接觸 那我今天的過程呢 我先稍微講一下 我剛剛發的這一個就是發給大家的這個資料 因為我上一次在聖誕節的時候印字印得太小 很多朋友呢說根本看不清楚 我這次呢就不要放那麼多東西 然後就把字也放大一點 那等一下呢我就在進行過程當中 我想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一個作品的角度 和它的對於受難的一個這個理解 是我在我看到裡面很特別的 所以我就把這一張作品拿出來 然後特別 這是我自己翻譯的 不是我寫的 是我翻譯 就是我們上次有看過這個 這個Arts and Faith 它這一個頻道裡面 在Good Friday裡面 它選擇了這個耶穌上這個刑場 再是加上受難的某一個那一刻 但是它選的角度非常特別 所以待會我們一起看 那我的那個方式呢 就是我待會兒先會放一個 這個Land Meditation 就是藉著Caravaggio 這個義大利 我們因為在書店裡常看到它的書 日本人也很喜歡 完全常常辦它的特展 所以可能大家都知道 Caravaggio的一張作品 然後呢 它有配樂 那就是提供給信徒作為 這個名思 或者是去靈修的一個 可能就是網路上的一個 一個 蠻好心的材料 所以待會兒 可以借幾分鐘先馬上聽一下 然後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文字 就Arts and Faith 裡面怎麼籌碼這個Good Thief 或者是有人翻譯成Patient Thief 相對於耶穌這個左手邊那個 Impatient Thief 跟他一起受難的另外一個比較 不懂得 這個救恩的另外一個盜賊 相對的在他右手邊的這個盜賊 在這個畫上怎麼處理 我們就看一下這個受難非常動人的意義 然後呢 再接下來呢 就是要進入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啊 就叫做Echa Homo 好 這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主題 我不知道大家對這個主題有沒有 平常是不是已經有一些接觸 好那這個就是呢 一個Suffering Christ 也就是剛剛在 其實約翰呢 用滿長的這個篇幅來鋪陳 這個皮拉多跟耶穌之間的一個關係 那皮拉多一直很希望能夠釋放耶穌 所以他用了很多方法 但是呢這方法全部都失敗 那耶穌終究呢 要出來走上刑場 然後面對所有他這個猶太同胞的這個 當然還有其他的羅馬人 嘲笑、稀弄、甚至毆打 甚至這個鄙視 所以這個Suffering Christ 其實是一個很深刻的主題 這個主題不只是他在 被鞭打、被嘲笑、或者是被誤會 或者是不被認同嗎 因為他宣稱他是猶太人的王 那這個是彌賽亞 所以呢 這個主題有很多的 很豐富很豐富的這個表現的內容 那我就待會兒借著幾個 這個作品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個Echa Homo 那Echa Homo更特別的是呢 其實到了這個十九世紀的後期 甚至說這個 這個其實已經在文藝復興已經出現了 就是有一些藝術家呢 把這個主題 把Echa Homo的主題 當作自己的自畫像 但是他是以耶穌受難的方式呈現 表示呢這個人 他在選擇 就是有這個 或是說他的藝術不被重視 甚至說有一位很出名的神父 其實我自己不認識他 他是波蘭人 他叫做 他好像有豐盛 因為我看資料是這樣 Kimielowski Albert Kimielowski 這位神父呢 他在他的這個 傳道的過程當中 因為他自己是一個很好的畫家 他就是很掙扎到底要做個藝術家 或是要做一個幫助貧窮的 這個 幫助貧窮的這個信徒的 就是那大眾 受苦大眾的一個神職人員 所以這個也是他放在這個 Echa Homo的主題裡面 就是蠻特別的 所以這個是我等一下進行的部分 我講的有點多 然後呢再寫下去 這個Echa Homo的內容 由我選的比較多 那這個就是 我在給大家講一下 就是看這個人 就是這個人在你的面前 看你要怎麼對待他 所以這個主題還有一些 就是有幾個小影片 就順便放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接下來呢 Echa Homo 就是我在這邊把受難圖的類型 分為幾個類型 然後玩了一個就是 陳老師在下會介紹的 這聖母道哥裡面的 這個最重要的主題 那其實這個主題呢 在繪畫裡面呢 也是一個 就是有些藝術家選擇 用這個主題來表現受難 那他的重點當然就是 聖母 哀傷的聖母 因為呢 這個 Sorrowful mother standing 這個是簡單的 直接的翻譯啦 那我就把它翻譯成 朱莉的母親 在十字架旁 朱莉的母親心事多麼的悲傷 那這個也是一個受難的一個類型 那第三個大家都很熟的就是聖傷 那我等一下也會介紹一下 那介紹的主題呢 是很多的藝術家呢 把對於這個聖傷最後的這個 作為他生命最後一刻 尋求寬恕 尋求救恩尋求救贖 因為那個聖傷的愛是最龐大 最最就是最沒有辦法摧 不是沒有辦法 不可能被摧毀的愛 所以這個很多藝術家在最後的 生命的最後的 真的是最後的一刻 他就主要都在 把全部的心裡放在這個主題上面 希望能夠藉著這個主題呢 然後得到這個耶穌最大的這個恩典 所以這是聖傷的重點 就先講一下我 有某些有一些 就是這個分類是我自己分的 然後我就有一點 某一些題材我會比較把它偏向於哪個重點 因為聖傷的確是非常多 然後第四個主題呢 就是passion 就是受難的 在十字架上的丁型 就是crucification 那這個主題也非常多人做 那我這次把希望的時間都很夠 把重點放在一個這個德國 也就是跟義大利非常不一樣 在這個crucification的表現上呢 其實是也是一種禱告 那個禱告呢 就是看到耶穌在十字架上是這麼的痛苦 就是這麼的遍體鱗傷 那在這個教會裡面呢 接受這些治療的這些朋友呢 在極大的痛苦裡 希望他們能夠從這個 耶穌的受難圖當中 得到一個學習的榜樣和安慰 所以這個是受難圖 我把重點放在這 然後第五個 這大家應該也都相當熟悉 就是耶穌從十字架上被帶下來 簡單翻譯是耶穌落架 我也不知道這樣會不會有點不禮貌 但是這個有人是這樣子在翻譯啦 好所以這個是另外的一個主題 那當然你就知道這個就要接近終點了 就是耶穌下葬 這是非常美的很多畫家 對於耶穌下葬的主題 會用非常美的方式去愛到或者是去呈現 好我講的有點 我只把這個結構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好我們就先來從 Before the marvel of the universe Wonder is the only appropriate attitude 好從這邊開始進入一個 藉著音樂和文化的領袖 這個 Caravaggio 巴洛克意大利最重要的畫家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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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这个作品是1566年代,这是在Tichon,威尼斯非常重要的画家 那Tichon在他的后期,后半期他开始从早期画这种裸体的女性,还有威尼斯的繁华的很多很美丽的题材的风格当中 那转向其实寻找或者是去更去认识受就是Suffering,人的这个受苦,还有人的这个生成的这个渴求 好,所以画面呢就稍微的没有像以前色彩这么样的丰富,尤其是这一幅 好,这一幅是叫做Christ,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翻译的这个 Christ and the Good Thief 乍看是一件让人沉浸在耶稣受难英语气氛的作品 但是在这痛苦心碎的经验中,大家由Good Thief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啊,就是这个善良的贼嘛 好,大家由Good Thief的见证,同时看到了希望和信心 好,提香这幅画以构图和色彩来营造耶稣受难的伤痛情境 整幅作品几乎是单一色调,由深到浅的褐秀色铺陈出大地血迹斑斑的幽暗 刚刚,因为我对圣经不熟,刚刚神父有说这个耶稣受难的时间并不是在晚上 所以这一个是很刻意的把这个色彩弄得非常的幽暗 画面正中有不祥的烟消,冉冉升起 耶稣和Good Thief两人斜向相对 画面右侧明亮处耶稣垂死的身体 恰于上方阴暗处 他皮肋这个歪垂的头形成明显的反差 也象征着生命和死亡,光明和黑暗的对照 刚刚耶稣把这个,对不起 神父把耶稣受难这个最后七言之后的 多这个很细腻的这个 怎么去理解啊 所以也可以帮我们理解这一部分 传达了接下来 传达了耶稣人间职责已尽的讯息 另一侧Good Thief的肢体却流露着一股坚定信念 他面向耶稣胸膛挺立 正经验着绝智信主 心神完全依靠上主的心生力量 他的手背动作象征着他的绝智信靠耶稣 他左手虽被钉挂在灰蒙的烟雾中 在右手却奋力举向天国 满怀信心回应耶稣慈悲的引领 以赛亚对受苦福人的描述 帮助我们认识Good Thief 决志信主的意义 罪恶让贼走上死刑的道路 但是他却由耶稣的爱 领悟了自由希望机会的恩典 就在他生命的尽头 经由仰望耶稣 他开了双眼 看见耶稣是为了人的软弱而受刑 是对不起这写错 是为了人的忧苦而受难 他明白耶稣被钉十字架 是因为人的罪 被鞭打也是为了人的恶 身为罪人他终于明了 自己能卸下沉重的罪苦 实在是无比的恩赐 让生命得以拥有自由心生 Good Thief的身体虽然受刑被钉 他却能欢欣 期待着生命真正的自由 当大家在耶稣受难日 以景仰之心朝拜十字架时 是否明白自己是从何 是从何希求自由和新生命 这是我翻译的 但是呢我稍微有一点把那个顺一顺 因为有些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这个就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影片 跟刚刚的那个 我放的CaraVaggio可以做一个联络 Tition's Christ and the Good Thief immerses us in the somber, raw spirit of good Friday one of agony and heartbreak but even in this we see a sign of hope and conversion in the example of the good thief Tition's composition and use of color set the moon the painting is almost wild corner using a range of rust from its darker to lighter tones evoking earthiness but also the color is still a plug both Christ and the Good Thief are off center with a supple with ominously gray calm or rising smoke dominating the central space to the right Christ dying by these movements but a country with his hand exhausted head it's a juxtaposition of life and death light and darkness on the left side in the shadows the Good Thief is animated by his conversion his final moments which become his most important ones in life his shaded body dimly reflects Christ's luminousness but the light of his eyes also comes from within a clear white spot 很抱歉 很抱歉 這一段我竟然沒有打進去 這很重要 好 他這邊說了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 他的眼睛 這個穿透了整個這個黑暗 因為他的眼睛呢 就是展現了 他那個絕智信主的 這個光 那這個光芒呢 是從耶穌的身體 他就是映照到他的身上 就好像忘記一番不好意思 piercing the rusty darkness vicious bodies are in conversation Christ hangs in stillness after hours of day conveying it is finished but also a sense of stability and assurance for the Good Thief the Good Thief is experiencing conversion his chest forward and face toward Christ an embodiment of his turning his mind and heart to Jesus Christ His arms signal to turn he is to from the left hand hanging clenched in the grey smoke to his right hand raised and made it move reaching for the heavens and offering his faith response to God's loving invitation Isaiah's description of the suffering certainly helps us understand the conversion of the Good Thief the man's sin led him to his best sentence but he now recognizes in Christ the freedom, hope and promise possible even at this final moment looking at Christ the man's eyes are opened to see that it is his infirmities Christ gives his suffering that he endures he understands that the Lord appears for his offense it is a curse for his sins a person of sin knows that to lift these burdens is an immeasurable gift of freedom a new life of possibility in this the Good Thief rejoices and anticipates true freedom even while his body is down to the cross as we approach the cross in veneration this Friday where do you yield for freedom for hope for possibility in your way okay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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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系列裡面的Good Friday 大家可以有興趣就Arts and Faith 你可以打這個 然後打Good Friday就會出現這個一些選擇 那其中一個就是這個Good Thief的故事 好那這個我就想說 各位可以把它連結到剛剛的第一段影片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這個主題 這個主題就是叫做 這個Eka Homo 看看是不是在做 好這個Eka Homo裡面 我們藉著就一點這個解釋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什麼是Eka Homo 這個西方很重要的一個話類 對不起 從這邊好 等一下好 因為這個 好從這邊開始 就是一個香港的節目 大家就是 也許 不是那麼 它有字幕 稍微好一點點 稍微先介紹一下這個主題 因為香港的藝術家 就是用一個現代的手法 來重現這個Eka Homo的主題 跟這個一些政治事件 大家都知道香港有很多這些 對政治 這個很敏感的內容 不宜直接表達 可能就是藉著這個來表達 好 好他這個是說 這個在聖經裡 在這個 耶穌受刑之前 這個 皮拉多 他把這個 耶穌 就是戴上了這個 有刺的這個 頭 口罐 然後那個 帶到 這個 公眾前面說 看就是這個人 好當然他希望的是 就是 我不知道這是 但是我看其他的這個解釋 就是他希望 這群眾呢 看耶穌已經遍體鱗傷 已經這樣子呢 受到這個很大的這個 這個刑罰了 就可以 就讓他走了 但是沒想到群眾呢 卻毫不留情的 要把他送上十字架 這個是剛剛神父有稍微說過 我們來看一下 好 LK Homo 也就是 英文的Behold the Man 看一下這些作品 好 受苦的耶穌 和他怎麼樣被嘲笑 這是布希的 布希 好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一個 也是Caravaggio的作品 但是呢 他是把他 就是 把他用這個 真人去把他重新的 重建 讓我們大概 理解這個 過程 好 大家也是看一下 就是反正 有很多 這種不同的方式 就是我剛剛講 就希望呢 這個更多人 能夠認識這個主題 就用很多心思 包括像這樣子的方式 這個在西方 這個 教育電台 就常常會看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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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1605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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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好 好 好 在這一張圖裡面喔 這是一個十六世紀大概是1620年左右的作品 對不起 1520年的作品 這位畫家呢 是 迪德蘭人 法安德斯人 他的名字叫做 Masisi 他 這一張作品裡面呢 主题这个Homo就是讲耶稣披着 你看这个其实用的非常贵的颜色 就是蓝紫色是当时很贵的颜色 来代表这一个就是刚刚神父已经提到的这个场景 那这个场景里面 因为我本来也觉得这个皮拉多为什么 好像这个并不是像右边的这些 就是恨不得耶稣赶快死掉的这一些帮手 表现出这么猙獰的面貌 他好像是一个无奈的神经 那刚刚听了神父的这个解释之后 大概知道皮拉多的这个他的想法 好所以接下去 好这张图呢其实是比较重要的 这张图是 好这个Bosch 也是这个尼德兰地区最有名的画家 他的作品 这张作品呢大概在1475到1485 刚刚你在这个他们前面影片里面看到过 那这张也是同样的主题 那这个主题呢就更戏剧性了 就是非常多的人站在前面 然后呢等着看耶稣受刑 那这个是比拉多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细节 好这是画的这个简单介绍 他现在是收藏在这个法兰克福 好这是细节 请大家因为这时间不够 我就赶快把它放一下 我们把一些细节看一下 这些是那些愚蠢的群众 叫嚣的群众 好那这是比拉多 比拉多像是再次就是刚刚喔 因为听了神父之后我就更理解 比拉多像是一个打败被打败喔 然后无奈好的这个神情 已经全部在他的脸上可以看到 这是画家非常了解 这个圣经的故事的重点 然后这里是 这个人呢就拉着他的袍子 把他就是马上要拖到这个苦路上 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我这个就不是很清楚 他是不是呢 就是法利赛人或是某一个 因为我看过这种帽子 这不晓得是 是不是法利赛人的一个 这个大的祭司 那耶稣的身体呢遍体鳞伤 然后披着这个紫色 蓝紫色的袍子 很贵的颜色 然后呢 可是头上呢是放射着 这个光亮 好这是刚刚的 这另外一幅画就是刚刚给同学 呃给大家看过 好这也是一个啊 这个这个 这个Egg Homo的主题 这个不是非常有名的画家 我就是稍微跳过 这旁边都是赞助者 记着这张画呢 可能是他们的 自己的这个教堂 非常需要的一个作品 好 那我们常常看到呢 其实也许在基督教也是一样 有一些就是很喜欢用这个主题来做那个宣传单啊等等 其实就是 这个Suffering Christ 就是 就是传统的这个Eggar Homo的主题 这就很多 常常会看到 好 那这张作品啊 就是刚刚同一个这个法安德斯 就是尼德兰这地方的画家这个 这个Masith啊 他的 他Eggar Homo的另外一个表现 那这是一个非常 分杂 这个是有点像是 在这个大卖场的感觉 那这个耶稣呢 就像要被 贱卖的这个 物品啊 然后所有人都在高兴 只有呢 这个 比达多其实心里呢 别有鬼胎 就是听了神父的讲解之后 我想说他可能自在讲说 嗯 好 你们果然中了我的鸡 好 这个是Mantana的作品 这个也是 只是呢 大概这个主题啊 到了十九 对不起 到了十五世纪后半呢 开始变成 这个 有这种单独存在的肖像的形式出现 那 特别的会把耶稣的内在的 这个很复杂的 这个心境 表现的更是 淋漓尽致 好 这是 他的神情 好 那这是刚刚看过卡拉伯执的作品 这是巴洛克时期 好 非常美的耶稣 然后这张呢 是Tishan的作品 好 Tishan的作品 他刚刚提到说 他后期特别的对于这种 受苦或者是受难的灵魂 人的这个探索 用了很多心思 所以他颜色呢 开始变得比较深沉暗淡 但是呢 内涵呢 就更丰富了 好 这个是体上比较早一点的 这两张画大概 插了大概三十年 有没有三十年 还是二十年 他早期呢 就很重视这个肌肉 这个线条 然后呢 这个 威尼斯特有的这种 枣红色的这个标志 这颜色的标志 重视这个肉体的美 可是你看到了他这个后期的这张作品 耶稣的流着眼泪 然后他为了人的 他所背负的是人沉重的负担 所以这个是 这个耶稣 这个 这个Suffering Christ 在体上的 理解里呢 其实有了不同的 这个内涵 好 那在文艺复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德国的话 叫做杜勒 杜勒的这一张 通常我们把它叫做 这个字画像 可是这个主题 其实是 Echa Homo 为什么呢 你看一下这个袍子 他的这个袍子 虽然这完全好像没有受苦 但他用这个主题呢 来表示呢 那个艺术家本身 他自己 在当时所受的这个 这个内在的这个矛盾煎熬等等 好 那这就是我 这个里面有个比较特别的 这张呢 就是1881年 在波兰的一位神父 刚刚 名字的发音不是念得很好 Chemiat Lovsky Albert 他现在 因为他前面有加个Send 我想他应该有丰盛 好 这位神父呢 也是借着 这个Echa Homo的主题呢 来陈述自己 在这个船道的路上呢 他是曾经一度呢 想要抛弃 这个船道的 就是服务的道路 然后去做艺术家 那这个主题呢 代表他的一个 这个当时 内心在挣扎的一个心情 好 好 这是 这波兰的19世纪末的画家的作品 同样 但是看看他真人长什么样子 这是这位神父 然后后来呢 当然就没有选择做艺术家的道路 好 还是呢尽力的去做他对于这个神职的服务 所以这个是特别的一个我把它放在 这个主题呢就延伸到后面就看到有一些 以这样的主题呢来表达自己的这个追求神的道路 或者他自己在人生当中的某一些的这个痛苦和这个困境 好 所以这个是 好 那 这个我们该看下一个主题 下一个主题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圣母道哥里面的圣母助力 好 这个是比较早期是在西奈山的 就是因为呢当时啊在这个拜占庭时期啊 禁用圣像 那在西奈这个地方呢 其实他那时候好像是被这个异教徒这个统治啊 所以呢 保留了这个教堂里有保留了 当时非常漂亮的圣像哦 好 所以这个是哦 刚提到的圣母呢 跟约翰助力在十字架旁 然后圣母非常的悲伤哦 那是非常早期的作品 好 那这个是西奈山的另外一个大家都常常会看到 因为在很多的这个艺术教科书里面啊 就是宝座上的圣母 就在出于同一个地方啊 好 好 那这个主题呢在比较早期啊 在中世纪时期呢 然后这个表现那就是要挂在教堂里面的哦 这个十字架上面的哦 就是圣母助力啊或者是爱伤圣母啊 这个主题是用这个方式来呈现 这就是在教堂里面啊 就可以看到这都是哦 可以看到圣母在十字架 grade的背啊 这个悲痛 好 好 那呃 這一個作品,這個作品是Cimabue,文藝復興早期,前期 它是在13世紀後期,其實跟聖方記的年代有點接近 這個Cimabue在Tuscany有一個Santa Court 這個教堂裡面的十字架,因為後來才被發現 就是在修復,但是還是有殘破 就是它修復當時被發現,然後就修復的一個照片 然後它掛在這個教堂裡,是在這個方向,是這個樣子 這也我把它列為聖母助力的類型裡面 這個是另外一個,就是喬托的作品 好,喬托這個在Scrovegine Chapel裡面的作品 這個是在1300年左右 然後聖母在這裡,穿著藍色的衣服 然後這是約翰,當然這個應該是有著這個漂亮 對不起,這個應該是莫達拉的瑪莉亞 然後在十字架旁,這個哀悼 然後這旁邊的天使,這是喬托的特色 因為他第一次把這個豐富的人間的這種 對於耶穌受難的豐富的感情 都放在這個畫裡面 所以他的天使就充滿了表情 我就是沒有放大 所以就是時間的關係,讓大家先看一下 好,那這邊當然就是這個行刑者 那這是那個漂亮的衣服 他們在搶他的這一個袍子 好,這張是Masachio在意大利 好,這張畫的重點呢,雖然也是同一個類型 但他重點是叫做Trinity,是三位一體 聖父還有一個鴿子是聖靈和十字架上的耶穌 這是一個新的主題,就是三位一體的主題 好,那這個主題呢 是出現在這個15世紀的初期 大概1425年左右 那這兩個是贊助者 好,那這個主題主要是 這個Masachio他開始呢 在文藝復興時候 建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這個繪畫的一個空間特色 也就是創造一個幻覺的三度空間 這是文藝復興很重要的一個主題 但是當然這不是耶穌跟耶穌受難的主題 沒有完全的關係 但是他可以把這個整個畫面 弄得非常的具有說服力 你更可以相信這個聖父聖靈聖子 他在這個教堂裡面浮現的身影 所以這個是Masachio 好,這個是細節 這是聖母 聖母的 當然他在這裡沒有看起來是有一點哀傷失落 但是呢,並不是那麼的痛苦 因為他主要主題是在告訴我們這個三位一體的重要性 好,那這是聖靈還聖父和耶穌聖子 好,那這張作品也是同一個類型的主題 那這張作品是一個教堂裡的聖畫 然後這上面就像剛剛INRI 就是拿薩勒的耶穌自稱是猶太人的王 那這個聖母的表情雖然不是很清楚 這是INRI 好,這聖母的表情就是相當的憂傷 好,這個是另外這個主題裡面 那在這一張是Tishan的作品 就是剛剛我們講過 Tishan他的畫裡面 這個INRI就很清楚了 在這個聖子架的頂端 那,好 這裡多了一個人 這個是道明慧的Dominic 他在這個十字架前面抱著十字架 這應該是他們跟當時修會有關的一個領袖的圖 好,聖母非常愛上 你看他的神情 你看他的首饰 好,這個是這張圖裡的受難的耶穌 好,那這個是比較晚期 其實是已經17世紀1625年左右 在後期的作品裡面 你就發現那個情感的描述 好像沒有前面 但他的構圖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乾淨 色彩衣紋 這個色彩的這個互相的搭配 那整個聖母的這個神情和姿態 我們來對比一下剛剛的這張作品裡面 看到其實聖母是幾乎都站不住了 他幾乎已經要撐著用自己的這個手去撐著他自己的身體 所以這些很細微的動作 都是我們欣賞繪畫的時候 那個很值得去觀察 去進入這個繪畫 引導他的我們的情感跟他的共鳴 好,那這個是剛剛 那我們在因為時間比較趕 趕快把受難再來看一下 好 好,這個大家應該也可能去過德國的科隆 就知道這是在科隆教堂裡一個很 這個並不是很大 這是一個小的是木雕的 這個木雕的 對不起 好,這個木雕的耶穌受難圖是第10世紀的 所以是蠻早的一個作品 好,那在科隆大教堂 那這張作品是喬托的 這是我剛剛歸類在這個Crucifixion 因為沒有聖母和約翰在旁邊 那整個所有的重點就是要表現這個 耶穌受難的神聖性 這是喬托的作品 也是早期的十字架應該是在教堂裡面懸掛用的 好,那這張作品呢 我們就要回到我剛剛給大家的這個有一段影片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其實是一個多 這叫做一幅畫裡面呢 有很多不同的時間 這個是走苦路 然後苦路走到這裡來呢 這個變成呢 這個畫面的中央是耶穌在這個骷魯地受刑 然後這個在接下來呢 右邊呢其實是耶穌 他就是復活之後 在地獄呢去釋放這個亞當跟夏娃 好,那這個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好 這張畫 我們來認識一下這張作品 好,它是1490年的作品 是在這個Dirboudi這邊的一個畫家 但是是誰呢 現在並不是很清楚 好,這是苦路上的這個Veronica 好,現在就是我們在剛開始這個Good Thief 好,他說啊,你要紀念我 你會進入我的國 然後他就跟隨了耶穌 所以他得到救恩 好,這是在耶穌受刑的這個現場 好,瑪麗還有他的姐姐 然後這個是摩大拉的瑪麗亞 好,約翰跟聖母 約翰跟聖母 好,這個是不信主的賊 他說 你不是 你不是 聲稱是耶穌嗎 為什麼你不救人呢 好,不救自己呢 這是喔 好,這裡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這其他畫裡我真的也沒看過 這叫做Broken Lake 對,因為呢 這個羅馬士兵啊 他可能不知道是不是要早一點喔 回去 這在十字架上要窒息而死喔 因為十字架的這個酷刑呢 其實是讓他沒有這個肺下沉 然後呢不能呼吸喔 就死得很慢 所以呢 他們就用這個把這個腿打斷 大概這個有靜脈 或者這個動脈喔 就讓這個壞的賊喔 他可以趕快的斷氣 那因為耶穌他們去看的時候呢 他其實已經斷氣了 所以呢 他們就只有那個毛 這是每一家說法不同 我也沒讀過聖經的這個故事的詳細內容 就是來看他是不是真的死掉了 好,所以這個是一個說法 所以這個Broken Lake 就是耶穌的其實身體是完整的 並沒有被打斷 好,所以這個畫裡面也有很多不同的細節 他讓這個死亡不要快一點 他讓這個死亡不要快一點 然後這個是賜耶穌的這個樂肩 好,他們搶這個衣服喔 所以雖然這個畫很複雜 但是幾乎喔 聖經故事裡每一個這個衣服在這 每一個細節他都有表現出來喔 就是一個很豐富的作品 好,這個畫更特別的一點呢 是耶穌竟然到了這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到了地獄喔 他去釋放這個 連亞當跟夏娃這麼重大的這個罪 他都可以要解除喔 這是一個無比的愛的表現 所以這個畫在其他的作品裡並沒有 並沒有看到 這是Demon 好,所以這個作品比較特別 特別把這一個 這現在是在這個Gatting Museum 好像是這裡喔 在洛杉磯 那所以我們就繼續剛剛的 這個受難的其他的作品 這個作品就近到我自己很喜歡 好,這個是他的名字喔 如果你想要上網查一下 這張作品的話 就是比較特別 我剛剛說這個 竟然還有到 去解除這個亞當跟夏娃的罪喔 這個是 好,這我自己不是很會念喔 他的這個作品 在1490年的作品 好,我們現在看這個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作品 好,這個作品喔 好,這個作品喔是 其實這張作品非常的重要喔 因為呢,在幾年前 我們在這個 上海辦這世博會的時候 這個埃森漢姆他有一個城市館 這個城市館呢 他雖然是跟我們台北一樣 就是一個比較是 比較小的規模的這個館展喔 他就特別展出喔 應該不是真 應該是複製品喔 他把這個作品呢 特別拿來展出 代表他們城市的精神喔 好,這個作品呢 這個IMRI大家都又可以看到喔 我們先把這個作品裡面的幾個 這個放大的細節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好,這其實非常的單純喔 構圖 就是羔羊 然後就是喔 施洗者約翰 施洗者約翰呢 他的手指著喔 這個天空旁邊有一行字 就是你必升起 我必喔 這個削減喔 就是 耶穌會increase 然後他自己會decrease 這個是他這段話的意思 然後這個是喔 摩達拉的瑪利亞 那這邊呢比較特別的是 聖母瑪利亞穿的不是藍袍 而是白袍 就很像在當時這個祭壇畫 他放的這個艾森漢姆 有一個修道院 他同時也是醫院喔 很像在醫院裡服務的這一個 這個修女喔 在幫這個病人在祈福 然後這當然是約翰喔 然後下面是耶穌的下葬 之前的下葬的身體 好 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細節 這個是 這個身體呢 可能是喔 我們看過在耶穌受難圖當中喔 最為喔 這個殘破不堪 然後最痛苦 連這個窒息而死的 這個 這個胸部呼吸困難的 這個樣態喔 他都很詳細的描述喔 好 那這是瘦丁型的這個扭曲的雙手 然後肌肉都在筋鑽中喔 你可以看到這是 非常具象的把這個 瘦型當時的痛苦描述出來 然後這個身體裡面 遍體淋傷 甚至還有荊棘呢 留在他的這個傷口裡面 他的雙腿喔 好 好 那這是這個簡單的資料喔 這個通常把它翻譯成格魯奈瓦德喔 好 好 那這個是1515年 他這是 德國喔 就是歐洲北方喔 這個德國的風格 跟這個義大利風格不太一樣 這不是我們講的重點喔 現在他收藏在法國的Cromart 這個有一家美術館裡面 好 我們再繼續看一下 好這就是 施洗者約翰的這個預示喔 預告喔 他 他將生起過 將喔 這個削剪喔 這下面是羔羊 羔羊還有流血喔 好 好 那這個畫呢 在 打開 另外一面打開喔 他是喔 也很特別 這是天使報喜圖 然後中間呢 這是耶穌誕生喔 就非常的歡欣 然後天使的樂隊 都來喔 讚頌 那這邊是喔 這個耶穌的復活 好 那下面是一樣的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所以這個 這張非常 嗯 這個顏色有點比較暗淡喔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明亮的 就是耶穌復活的一個圖像 他是把它放在這裡面 一起 好 那這是喔 聖母和約翰 好 好 那我沒有放很多 但簡單的講一下好了 因為當時 在 德國 流行 這種瘟疫 然後這個瘟疫呢 其實是 一種皮膚病 那這個 修道院呢 他們主要 其實在這個畫的 這個背面還有另外一個雕刻 是一個很複雜的喔 這個三者祭壇畫 然後這 他有這個 然後是聖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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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這一個 病的一個保護神喔 那 這個 醫院呢 因為那個病人很多 所以他就加蓋了 旁邊 就加蓋了一個 禱告的這個 小的這個 chapel 那這個就是那個chapel裡的 這個祭壇 放的畫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這些病人都非常的痛苦喔 那個 皮膚潰爛喔 然後痛 因為你有沒有吃痛藥 那是非常的痛喔 就是死亡的速度又 相當的慢喔 所以呢 這個祭壇畫 主要是放在那裡 給家屬喔 來看病人的時候 可以禱告喔 然後 他們從耶穌 受難的這個痛苦當中呢 其實可以看到希望喔 就是 他 必increase 他一定會 升起喔 所以這個 痛苦的短暫呢 其實會帶來 這個後面 我們看到這個 無比光明的這個 榮耀跟希望喔 好 所以這個是這個 簡單說一下 這個受難圖 在社會的 這個 他的當時的這個 環境之下 的一個 很特別的 一個 給人喔 帶來安慰的 這個力量 那這張作品呢 就更特別了 好 這是喔 Dintorato 這是 在這個威尼斯 1565年的畫家 你可以看到 到底耶穌呢 是被動的被害而死呢 還是他是主動的 像一個勇敢的戰士一樣呢 掀起了一個 這個局勢 注目的一個聖戰 其實當然不能說聖戰 這好像有點像伊斯蘭教 但是你可以看喔 這個身體是完全不一樣 跟剛剛的喔 這個做法是完全不一樣 在十字架上 耶穌蘭他就像 他甚至像喔 這個Samson 推倒那個神殿的那個 無比有力的 你看他的這個手背喔 就沒有細節 很不好意思 你可以自己有機會找來看一看喔 好 也像那個這個 Herculus 是 他的幾乎呢 這個十字架 就像一個 從天而降的這個 老鷹一樣喔 不能說老鷹 就像一個翅膀喔 好 飛翔在這個空中喔 那 地面上當然是 一團的混亂 我們只要是注意這個 這個十字架的做法 所以Dintorat 這個是在威尼斯 他們現在的 應該是在他的那個 市府大 大廳裡面喔 這個 這個 收藏 好 所以 這一張作品呢 是從完全不同的角度呢 來解釋這個 耶穌的受難喔 好 再來看 下一張 時間有點趕 還有兩個主題 好 這個是西班牙的 維拉斯貴茲 好 那重點是 你看一下他的黑 這個 他非常 這是巴洛克時期 非常會用這個明暗的 對比的效果 營造出耶穌這無比神聖 他不需要用太大的光亮 在旁邊弄金光閃閃 你看這個黑喔 這個黑就是維拉斯貴茲 非常重要的一個 在當時獨一無二的這種空間的經營的方式 然後映照出耶穌的 雖然是慘白的身體 但是非常的光亮潔白 好 無罪 沒有任何的瑕疵 好 好 那這個是達利的作品 達利喔 在這個 1948年 就是二戰之後呢 他回到西班牙 重新的要實回他的信仰 所以這是他呢 對於重新回歸信仰裡面 一個蠻重要的作品 那他是根據當時西班牙 就是西班牙在這個中世紀 有一個這個 零修日記 他叫做 Epis e Alvarez 這個 你可以查達利喔 這叫做 Christ of St. John of the Cross Christ of St. John of the Cross 剛剛那個零修日記的作者 後來就被人家稱為 St. John of the Cross 所以達利這張畫是 這個St. John of the Cross 的耶穌 他是按照這個 靈修的這個日記 他的日記裡面的 這個 他的vision 來構圖 來畫這張作品 那他很特別呢 因為為了用這個視角 要耶穌要從這個方向 下垂身體 所以他還找了那個 好萊塢的特技演員 來現場做他的模特兒 來製造 來了解這個身體 下垂 垂視喔 這個地球 這個角度 要怎麼樣的去呈現這個雙倍 所以跟Tintoretto一樣 在十字架上的這個雙倍 其實是一個非常特別的 他們的這個藝術的想像 來呈現 這個耶穌不同的 這個生命的一個 這個形態 非常的美 那1948之後 這個達利曾經也跟當時的 這個義大利的教宗 請他特別允許 所以他開始做了一系列很特別的 宗教化的題材 包括這張畫 就是Christ of the St. John of the Cross 然後還有這個飄浮的基督 就像他是說 這跟什麼量子力學有關 不過這是教宗已經特許了 旁邊的這個萬神殿 跟瑪利亞的臉 那這張也非常特別 這張是在Brute Klein 這張是1890年的作品 那這個在收藏在Brute Klein 紐約Brute Klein Museum 他的視角是什麼呢 他的名字叫做 Our Lord saw from the cross 他是從耶穌 你看不到耶穌在十字架上 但你知道他在十字架上 因為這是瑪利亞 還有這個 他的媽媽 耶穌的媽媽 還有摩達拉馬利亞 還有門徒 還有這些羅馬士兵 和其他圍觀的人 在十字架上 看他的獸行 所以這個 但是呢 這名字不叫看他獸行 而是呢 像耶穌垂世 從十字架上 垂世 人間 好 這跟達利的這個 這是1890年 所以很多畫家開始嘗試 用新的方式 好 這是剛剛的第一章 好 快結束了 好 這個是 受難圖 馬上 我們趕快進入聖山 還有一點點 不講詳細了 好 不講太詳細 其實 這個是非常棒的作品 這四集非常喜歡 好 這個是 提上一生當中的最後一張畫 這張畫呢 其實在1576年 他 在還沒有得瘟疫 其實他是得 他也是在那一波瘟疫當中 這個得了瘟疫 在1576年就過世 這在1575年到1576年 的時候 他的一張作品 這個作品呢 就叫Pieta 那這張作品呢 就是我剛剛提到 這個系列的作品 常常會是一個藝術家 他在一生當中 像剛剛的這個Eche Homo 是他在人生的道路上 當然有這個 無法面對的痛苦的時候 他會用Suffering Christ 來做他的教像 那在藝術家 走到人生的盡頭的時候呢 有好幾位 他們使用Pieta 來做他人生當中 最後一個 尋找救恩的這個創作 好 這個 一看姿勢就知道 這是摩大拉的瑪利亞 然後這個是 耶穌的媽媽 然後這一位呢 有人說 他是 聖者 Jeromy 可是呢 不管也有人不認為 但是 為什麼說他是 聖者 這個 Jeromy 應該是跟當時的瘟疫 這個流行 他是屬於這個瘟疫的 這個救護者有關 好 那在這裡其實是提上自己的自畫像 他在這裡呢 已經匍匐到耶穌的這個 這個 這個 生前 然後尋找最後的救贖 的機會 這是 好 這是他的 其實是提上自己的 最後的一個自畫像 化身為祈求這個 這個 幫助的 這個 懺悔者 好 這個在哪裡呢 這一張 這是聖母抱著 耶穌升天 這個 這張是在這個獅子的 這個 在獅子的前面 獅子是代表威尼斯 這個是 是Ceebo 預言家Ceebo 然後這個是Moses 這兩個 預言家 站 就約的預言家 這裡呢 是威尼斯代表的獅子 然後這個是剛剛那個小的木板畫 所以這張畫裡 充滿了到處都在尋求這個救恩 他 這個 跪在 他跟他的兒子 據說他跟他的兒子 可是1576年呢 提上先死 過了沒多久 大概還不到一個月 他的儿子也因为瘟疫而死 所以这是在一个极度的恐惧之下 去寻找恩典的一张 他最后的一张的话 当时瘟疫已经非常的流行 正是袭击这每一个人 他只有在这里去寻找可能的救恩的机会 跟刚刚我们看到爱森汉姆的话一样 都是在生命当中无助彷徨 不得自由被捆绑 充满了疾病或者是其他的恐惧的时候 他们唯一可以归向的对象 好那这是米开兰基罗在21岁时候 在皮克塔在凡蒂冈 我们大家都看过很多次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另外一张 这是他最后一张作品 就跟刚刚这个 刚刚的作品一样 是他提上希望把那张画放在他的墓穴里面 只是因为瘟疫来得太匆忙 他很幸运的没有被像这种的瘟疫死人 都是那种集体就是销毁埋葬 他幸好没有被集体埋葬 被放到一个小的教堂 但是那张画就没有办法进到他想要的墓葬里面去陪伴他 所以这是 但是米开兰基罗这个作品 也是他一直希望能够作为他的墓碑旁边的一个雕塑 这张作品也是皮克塔 就是圣母 就扶着这个吹死的这个 那这个是刚刚 神父有提到这个尼科德摩在这个上面 应该是他在帮忙下葬 这是快快的结束 大家也都很熟了 现在也是在凡帝纲 好 这是耶稣 我们刚刚一块讲到最后再讲一下 这个耶稣这几张就比较容易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的两个小主题马上就可以结束了 希望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吃饭 这个是我们从耶稣从十字架上 就是Descent from the Cross 来看一下这几个 迅速的看一下好了 好这张其实非常的美 就像一个 刚刚的Cintoretto的这个耶稣的Crucifixion 其实蛮像是一个大歌剧的 这个巨大的歌剧呢 耶稣在 好 这我算是不太会控制 好像很快 好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呢 像是一个巨大的南高音 以这无比的声量征服了全个巨场 你几乎可以想象 那这里呢 就像一个很美的芭蕾舞剧 你看他们像跳双人舞一样 这姿势是完全一样 这是耶稣呢 落架就是被带到 拿下十字架 然后这个就是呢 这一个犹太人的老师 后来提供这个 帮助他下葬 那这是圣母 这每一个首师 就表示他们是 就像 刚刚米开朗基罗的Pieta一样 这他们 虽然说他叫他母亲 他其实是生命 命运的 共同的 这个负担这个整个人的这个 这个罪的重担 这个救恩希望的 这像是一个双人舞 好我们就快速看一下他很美丽的画 这是Wydon 这是这个尼德兰画家 他在这个15世纪的作品 好 好 文艺复兴的时期 这是他的身体 就非常优美的姿势 然后圣母的表情 好 他的泪水不断的 就是滴落 然后几乎进入昏厥状况 好 刚刚有一个没有跟 对 没有跟大家讲 就是他的这个衣袍 你看起来好像已经垂落 这上市几乎是已经昏厥 但是这个衣袍呢 代表的是他的情感 就是他的内在非常的 就是跟巴洛克时期 Teresa少女的这个狂喜一样 用那个 北零零的巨大的衣袍 来代表他内心的狂喜 就是用衣袍代表他内心的这个悲痛 好 这是他旁边的 然后就是摩达拉的玛利亚 好 这个手的姿势 几乎都已经快要扭曲到 就是表示尽量在控制 刚刚我们也看到 另外一张画里圣母的双手合掌 放在膝盖上 是类似的这个动作 好 这个是Remberant 好 的耶稣下十字架 这是在他的1633年 接受了一个委托 当然那时候离破产还很久 这是中年的时期 好 非常美丽的光线 和这个空间 好 这是林布兰特 1633年 接受委托的 五张 耶稣修南图 其中的两张 一张是耶稣下架 一张是耶稣 被立起来 在金行的时候被抬起来 好 这是Rubens Rubens Rubens 的作品 他的耶稣 这是在我这次去安特卫普的时候 有特别去看的 这是在圣母 他们圣母教堂里面 非常美丽的一个祭坛画 祭坛画的两边有赞助者 好 那这是卡尔华教 刚刚看了 卡尔华教的耶稣 拿下十字架 好 这是几个简单的作品 让大家看看 这些作品就是非常的 颜色非常的美丽 好 主要是要表现那个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最后一个主题 叫做 耶稣下葬 好 这个是 Raphael 拉斐尔的 他的构图 非常的精准 就是你可以把它画成 十几个格子 每个格子里面人物的动态 还有甚至说 膝盖的摆设 好 人物的这个空间的角度 所以这个Raphael 其实是一个非常精致的艺术家 那他在这张画里的圣母呢 也出现在他其他的画上 就是圣母跟耶稣旁边 好 这是彼得 好 另外一个角度 这个充满了力量 和这个均衡 和细腻的美感 好 这个圣母呢 其实也是在 他的这个圣母 传统的这种 美丽的圣母画像上 同一个这个模特儿 好 可以看到 好 这是提上的耶稣下葬图 这是他比较早的作品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威尼斯 很特别的这种 燕红色出现在 跟刚刚的 那个 Eche Homo 早期的Eche Homo一样 这是他很喜欢用的颜色 好那耶稣的脸呢 都看不到 但是你会看到一个 这个是在后来 法国大革命 或是任何殉道的 这个主题里 都会出现 就是一条下垂的手臂 好 这在法国多大革命大革大 大卫的作品里 会看到这种 这是一个 变成一个 这个 特别的绘画的 一个新式语言 好 就是殉道者 好 这是摩特拉玛利亚圣母 好 那这是林布兰特的 耶稣下葬图 这是刚刚的五张画里面的 同样的 这林布兰特的光线 几乎是神圣 好像非常轻盈 耶稣的身体 一点都不重 好像在这个光线里 是轻盈可以漂浮起来的一样 这是林布兰特很厉害的地方 好 那这个是Rubens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我看是 这应该是 这个刚刚的那个卡拉伯乔的 对不起 所以卡拉伯乔的 彼得啊 这些都是像这个街头的流浪汉 好 大概就是 讲 介绍到这边 我最后再 给大家看一个 这个 总结的 这 小 一个 影片 这个影片呢 就是 所有的 有名的 跟受难有关的图 他们做成了一个影片 那这个 就看个三分钟好了 大家现在已经十二点了 那这也包括了很多 刚刚大家也看过的 这个作品 那下面 我们再继续放大 还不行 再这样 这是罗马尼亚的 Crucifixion 这是 那一 我刚刚分类为 耶稣 聖母朱莉 这是歌亚的 所以很像 维拉斯贵兹的 这是黑跟白色很美的身体 好 这就是维拉斯贵兹 所以这就是西班牙的风格 好 这马德里 普拉多 普拉多演书馆 这两张 就同一类的风格 好 这是乔托 刚刚 看过的 乔托的天使 就非常非常有名 好像真的在 一哭泣 非常歌颂 好 这是达利的 对不起 这是1951年 他是1948年 回到西班牙 然后重新回归信仰 好 这叫做Christ of St. John的 Cross 好 这刚刚我们也看过 这是 虽然不是整个身体 但是它是挂在 因为教堂里面 所以它也是属于 这个 圣母道歌系列 祷告的对象 好 这个是 巴洛克后期 这个在美国 好 你看那牌子 就写得很复杂 有的时候牌子 会把所有的 罪名的不同的语言 写出来 有的只会写INRI 不一定 好 这是早期的 好 好 大力的另外一个作品 这是比刚刚更晚 是1954年 刚刚是1951年 好 这是他跟教宗和好之后 好 好 这是 这个很有名的 意大利的画家 Bellinion 16世纪 巴洛克时期的作品 这是Montana 就是文艺复兴后期 在第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 有放他的影片给各位看过 非常虔诚的信仰者 好 Masachio 刚刚我们看到他1425年的 Trinity 这是另外一个作品 这是新的1983年的Crucifixion 这是新的1983年的Crucifixion 好 提上中间是道明慧的Dominic 的修士 他在Aconale Jeromy and Christopher 在羅馬 這是Borghese 在Borghese很有名的 去羅馬這件事可以去 这也是 刚刚看到也有 在中间跪着抱着十字架 这是一个蛮传统的形式 这是Bosch 这大概都是圣母跟约翰站在旁边的 这个是Van Dyke 这是Rubens的追随者 这是巴洛克 安特韦普 也一样 站在旁边 然后圣徒 还是圣 莫达拉玛利亚抱着十字架 这是一个常常会看到的 这也是新的Bacon 这张其实我本来想找来不及 这个表现非常特别 我相信是跟达力 还有新的画家的他们思考的方向不一样 好再次西班牙的传统黑的空间 然后光亮接近的身体的 这个受刑的耶稣 这个受刑的耶稣 这应该也是一个新的艺术家 好 就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我想不要耽误大家太多吃饭的时间 这个是皮卡索的 就大概 我们把这几个非常丰富的题材 分成几个类型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分别 这是刚刚有看过的 这是19世纪末 在Bruke Line 他们有不同的 在新的艺术家身上看到很多新的想象 那当然 在过去的作品里 我们更可以看到很多圣经上 我们可能在阅读的时候遗漏的这个细节 在画上再次的提醒 大家怎么样去看这一段历程 好 今天就先讲到这边 这个很 就是Tintoretto 这个我很建议你们可以自己去找来看 非常特别的一张作品 Tintoretto 维尼斯画派 耶稣很像是Samson推倒圣殿的样子 今天就先在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